新婚第一夜 婆婆装头疼 老公陪了她一夜 我独守空房 一瞬间 我感觉 自己成了她与婆婆亲情中的第三者 因为两条女是内裤 我和徐静大吵一架 倒不是她外面有了女人 因为这内裤是我婆婆的 那天 我刚出院 到家拖鞋都没来得及换 徐静就扔了我一脑袋内裤 让我赶紧洗干净 说她没得换了 内裤散发出的气味恶心的 我差点吐出隔夜饭 两条粉红色的墨袋 宽大内裤在其中格外显眼 我咬紧了牙 婆婆内裤都和她儿子的混在一起 还攒着让我这个大病出狱的人洗 这做的是人事吗 我急性肠胃炎住院快一周 你们谁都没照顾我 当出院 不问问我病情怎样 居然先让我洗内裤 你们还是不是人 我不是忙吗 妈给你带大宝二宝 都快忙死了 忙到一点时间都没 忙到不闻不问 想起在医院的种种 我瞬间情绪激动 这几天我一个人交钱 做检查 打着点滴上厕所 医院也为我全家死关了 生病那天 徐静只是把我送进医院就不见了 一分没脚 没钱就不能治疗 我脸色惨白 浑身哆嗦着 鼓着肚子流着冷汗去脚肺 排队的时候差点晕倒 一旁的医生看不下去 让我加塞 后面很多事情 都是他帮我办的 洗个内裤就这么多事 又懒又娇气 当初怪不得到个尿盆都费劲 婆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 正推着二岗的小车站在门口 白眼都快翻到天上去 说起倒尿盆那件事 我心里的活气跟交了汽油般忽忽往上冒 徐静老家那边有习俗 新媳妇要给婆婆倒尿盆 表示以后对婆婆恭恭敬敬 言听计从 我难以忍受这种陋习 也提前和他家沟通过 省略这一环节 婆婆有些不高兴 但还是同意了 可没想到结婚当天 我穿着托尾袖和服 准备和徐静拜天地的时候 那袖几斑斑的尿盆明晃晃的摆在面前 里面黄色的液体散发出阵阵骚气 周围一大堆人起空让我倒尿盆 我瞪了徐静一眼 他把头转过去 故意避开的我的眼光 我又扫了眼听前坐着的婆婆 他挑挑眉 像个老太君一样文字不动 同行的伴娘是我闺蜜 见我为难 从随身的小包里摸出一次性手套 打算替我把这事处理了 可是他们组里一个大姑 赶紧拦着说尿盆 必须新娘子亲自倒才行 别人不能代替 不然肥水外流 穷一辈子 闺蜜没办法 要把手套给我戴上 那大姑说戴手套剑外 亲手道才有诚意 看来他们就是故意安排的 进门先给我个下马威 那我就顺了他们的意 我紧了紧拳头 屏住呼吸 咬着后槽牙 伸手端起盆往外走去 每走一步 都有人欢呼 大姑叫得最凶 说媳妇就要有个媳妇的样子 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才进得了徐家大门 我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突然脚下一滑 一整盆金黄色的液体往前一清 全部洒在了大姑身上 周围人散开一个圈 大姑摸着脸上的液体 嘴唇哆嗦着要骂我 不过我没给她机会 赶紧先陪李道歉 说了三个对不起 然后又笑着说 这也算肥水不留外人田 大姑你走运了 以后一定大富大贵 白天地过了时尘可不好 得赶紧 闺蜜看大姑要发作 事实说道 我对着她一笑 挽起徐进的胳膊 踩着高跟鞋一步一步走到婆婆那儿 她的脸色比大姑好不了多少 此后 我在他们村里落下个厉害媳妇的名声 我懒 你勤快怎么攒着内裤给我洗 我还着臂膛冷笑 薛琳 你怎么和我妈说话呢 我为什么要洗 每次我的衣服 妈你不也都挑出来不洗吗 徐进被我噎得没了话 天呀 我老太婆辛辛苦苦帮忙带两个孩子 你一回来就给我弃手 我是造了什么孽呀 婆不委屈的大声诉苦 每次自己没礼了 就说这些有的没的 但徐进却很吃这一套 她瞪了我一眼 好言好语的拉着婆婆进了卧室 碰得一声关上门 把我和二宝留在楼道里 二宝被我们吓得在小车上哇哇大哭 我一阵心酸 抱着她轻声哄着 台爷一看墙上挂着电子表 心里喊了声 坏了 就匆匆把二宝放回车里 边哄她 边匆匆往小区幼儿园跑去 小颜该放学了 徐进是我同学的同学 我们在一次聚会中认识 后来她就主动给我打电话 加我微信和我聊天 还是不时约我吃饭 她的目的是结婚 我很清楚 毕竟我当时已经二十八岁 而徐进也三十一了 早过了少女怀春 少年多情的年纪 更多考虑的是隋大流结婚生子 徐进脑子聪明 连生的也不错 于是我就三关跟着五关跑了 不过我爸妈对她不是很认可 因为她是单亲家庭 且家里穷 属于凤凰男 还有个不大上进的哥哥 这样的男人嫁了怕是麻烦不断 我是家中独女 生活和乐 工作也稳定 也是本地人 可以找条件更优秀的 可惜爱情使人盲目 我认定了徐进 他说他专门买了套婚房 带着我去看的时候 说以后我就是这房子的女主人 我心里了开了花 俗话说 她爱你多深就要看她乐意给你花多少钱 徐进这套房将近一百万 是他咬牙买的 说明他心里我很重 可我却全然忘了这套房是他婚前所够 写的是他的名字 我爸妈拗不过我 只得同意 陪嫁了装修和车子 还有十多万的嫁妆 希望我以后过得顺心点 结婚当天 我以为自己奔向余生幸福 可是当晚 内心就变得一片荒芜 送走宾客后 我卸下繁重的头饰 徐进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我俩正温存的时候 咚咚咚的敲门声 让我俩停止了动作 徐进脸色都变了 正要吗 婆婆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二毛 二毛 妈头疼得不行 你来给我捏捏 我妈 她脸色立刻变得缓和 笑着起身要开门 我心里不悦 一把把她拉倒 你去了就别回来了 徐进有些为难 见我们没动静 敲门声变得更大了 二毛 妈真的头疼 你快出来 快出来 疼不行你倒是叫一百二十啊 叫你儿子有什么用 不知道春宵一刻值千金吗 这下徐进着急了 也不管我一脸的愈怒 直接下去开门 我用被子裹住身子 没给老太太好脸色 哎呀 二毛 你可算出来了 走 去妈妈那屋 婆婆拉着她的手就往次握走 回头看了我一脸 到处一脸挑衅 还故意委屈地说 真怕你娶了媳妇忘了娘 怎么会呢 我最爱老妈了 徐进搂着她妈的肩膀离开 留给我个冰冷的后脑勺 就这样 我的新婚夜 老公陪着婆婆睡了一晚 我独守空房 还有空床 这才仅仅只是开始 只要有机会 婆婆都会让徐进陪她睡 如果婆婆在年轻点 我觉得她是在和我抢老公 到了幼儿园 时间已经比平常放学晚了十分钟 小阎拉着老师的手 一脸垂头丧气 远远看到我来了 她小脸立刻多云转情 等小山雀似的大叫着 妈妈 妈妈 然后朝着我冲过来 脑袋对着我的肚子顶呀顶 小阎阎起脸冲着我傻了 我念她的胳膊 几天不见 发觉她瘦了也黑了 衣服很脏 还是我去医院那天穿的 我心里忍不住 骂了婆婆一句 不知道怎么带孩子的 衣服都不给换下 回去的路上 小阎拉让着要吃薯条 说到好几天没吃了 我疑惑地看着她 我去医院的时候 咱家的零食柜是满的呀 薯条大小包都有 你怎么好几天没吃 乐乐哥哥来了 奶奶把薯条都给她了 小阎嘟着嘴不开心地说 还有最喜欢的迪迦奥特曼和那件绿衣服 奶奶一送给乐乐哥哥了 我刚消下去的火瞬间又冲到了天灵盖 替我的小阎委屈 都是孙子 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婆婆的星片的简直没边了 乐乐是徐靖哥哥的儿子 一岁的时候 嫂子就跟哥哥徐靖离婚了 乐乐就被婆婆一直拉扯大 徐靖脑子不如她灵光 当初没考上大学 多年一直混迹在一些私企 收入勉强管了自己 我婆婆经常说 兄弟俩是世上最亲的人 要相互帮助 徐靖要多拉她大哥一把 徐靖也听话 有些出息后 时长三百五百的补贴她 逢年过节 也是大包小包往她家低流 我也会给她家乐乐包一个大红包 反观徐强 拿了东西收了钱 作为大伯 一分压岁钱都未给过小阎和二宝 甚至有一次为了耍钱 拿一个空烟盒片走了小阎三 积攒了许久的压岁钱 为此小阎跟我哭了许久 我说给徐靖 她说我小气 还说小阎一个小孩子拿那么多钱干嘛 这闹回路 果然是婆婆交出来的 婆婆自己有退休工资 很多都补贴了徐强和乐乐 没钱了 再和徐靖要 徐靖对于她妈 是有求必应 我生完小阎的时候 因为我妈身体不好 婆婆来伺候 她在我这里花的每一分钱都寄到小本本上 然后让徐靖报销 拿到的钱 又花在她哥和乐乐身上 我觉得我家就像个大冤种 被婆婆和大哥吸血 但徐靖 还乐此不疲地坐着血奴 这次居然把孩子的零食 文具 衣服都拿走 难道连我的孩子都要被徐强家吸血吗 背部靴还得世代相传 我气得胸口起伏 呼吸急促 这事儿必须得和婆婆好好说说 我加快了脚步 气喘吁吁地往家赶 推开门的时候 迎面就看见坐在茶几前嬉皮笑脸的徐强 他正和徐靖抽烟 家里烟雾缭绕 呛得我直咳嗽 鼻涕眼泪跟着流下来 家里有孩子 你们就不知道去外面抽烟 我打开窗户通风 狠狠瞪了徐靖一眼 哎呀 一家人 别在小帅上嚷嚷 婆婆端着洗好的水果放在茶几上 抓起一串白玉葡萄直往徐强手里散 我哼了声 看着其乐融融的母子撒 心想你们才是一家人 我算哪门子家人 我有严重的咽咽 闻到烟味会剧烈咳嗽 嗓子好几天不舒服 在婆婆嘴里 就是小事儿 估计我就是死了 在她这儿也不是大事儿 大不了给徐靖换个老婆 反正婆婆也经常和村里人说徐靖优秀 我都没有嫁妆 倒贴到她家 她儿子就是有本事 徐强这次来和往常目的一样 借钱 比优也和钱几次一样 想自己做点事情 不想打工 当老板也要有当老板的头脑和吃苦精神 徐强每次都是雷声大一点小 拿到钱之后 项目就不了了之了 我深刻怀疑她根本就没想着自己做什么 而是把我家当成了提款机 钱少了 就找这边补贴一下 婆婆在一旁帮腔说年轻人就该有自己的想法 打工没出息 然后盯着徐靖 意思非常明显 我看着徐靖拿起手机 没好气地对着徐强说 大哥你要是借能不能先把钱面借得还一下 你看小燕马上下学期了 也要交七八千学费 弟妹你看我要是有钱 还能和你们拿呢 徐强笑得有些勉强 大哥你上上上次借了八万 上上次借了五万 上次借了七万 都说是挣钱的项目 三个项目总不可能都赔钱吧 确实是都赔了 弟妹 所以这次我才打算做个新项目 挣钱了一并还了你们 徐强不慌不忙地说 我没想到他脸皮这么厚 冷笑了声说 大哥 有一有二没再三 你连着三次投资失败 还是比较适合打工 我家也不是扶贫办 你话得还不都是我弟弟的钱 徐强急了 拍了下茶几 我也不处 你要是徐靖老婆 怎么花他钱也没人说你 大哥 要没什么事 我就不留你吃饭了 我去开了门 强行下了主客令 徐强没动 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二毛 你看你媳妇怎么说话呢 也不管管 婆婆着急了 挥舞着双手跟徐靖嚷嚷 人哪 得有良心 当初你大哥 徐靖十岁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所以他妈和他哥就是他最亲的人 有一年 徐靖发高烧 外面下着大雪 路风车堵 村里的卫生院用尽手段退不了烧 是十五岁的徐强背着徐靖一脚深一脚浅的走了三十里地 到了县城医院才及时救回徐靖一命 为此徐强的一个小脚趾也动得坏死掉了 这份恩情很重 以至于徐强每次来借钱 都拿这个说事 就好像这件事是徐靖的孽战 永远还不清了 二毛 你要是不帮大毛 你良心过得去吗 婆婆开始哭天枪地 徐靖抚着她的胸口给她顺气 妈 看着她犹豫不决 我下定了决心 徐靖 如果你在借钱给你哥 咱们就离婚 气氛陷入了凝重 大概过了半分钟 婆婆猛地拍着地大哭 家门不幸啊 娶个媳妇让他们兄弟离心啊 老徐家有眼无珠啊 他生生悲泣 跟梦将你哭长成一样 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 可真正委屈的是我好吗 徐靖这些年挣的钱都填了他家那个无底洞 给我和孩子才花了多少 有眼无珠的是我 被鬼迷了心窍嫁进徐家 邻居听到我家的响动 纷纷开门 对着我家指指点点 这让徐靖觉得失了面子 对着我低声怒斥道 徐靖 别闹了 看把我妈气的 你再拿钱咱就别过了 我还着哥哥针锋相对 哎呀呀 晚了天了 这要我媳妇 扫好几个大嘴巴子呼上去了 徐强居然有些沾沾自喜的 他媳妇就是被他打跑的 作为一个打媳妇的混球 不知道有什么可骄傲的 二毛 打倒的媳妇 揉倒的面 不收拾就不知好歹 这一记补刀让徐强男人气概爆棚 徐靖似乎从他哥的话中得到启发 红着眼朝我走来 抬起手给了我一耳光 把我打倒在地 滚回去 别在外面丢人现眼 我捂着侧脸站起来 上手嗨了徐靖一耳光 声音清脆 徐靖没想到我会动手 愣在原地 婆婆看不得儿子受气 直接和我撕扯起来 我拼命反抗 徐强还算男人 没加入战团 在一旁加油打气 叫笑着好好给我点颜色 我胡乱地挖 咬 挠 掐 身上也不时传来一阵阵疼痛 邻居们过来拉架 徐靖看他妈吃亏 狠狠推了我一把 我脑袋磕到墙上 只感觉有些眩晕 身子也软了下来 婆婆有机可乘 抓着我的头发猛伤我嘴巴 脑子有些模糊的时候 是小妍挡在了我的身前 大哭着 你们不能打我妈妈 婆婆才停手 嘴里不住地骂着 白眼狼 我抱着小妍嚎啕大哭 头发散乱 婆婆也好不到哪儿去 脸上有长长的好几道抓伤 邻居扶着我起来 我冲着墙角吐了口血 对着徐靖咆哮道 你去跟你妈和你哥过吧 然后抱着小妍离开 二宝的哭声从身后传来 听得我心如刀脚 她还不到一岁 还不会走 只能在小车里看着刚刚发生的一切 二宝 对不起 妈妈暂时还带不走你 我的眼泪糊了一脸 小妍伸手胡乱地给我擦着 妈妈别怕 小妍长大会保护你的 小爷爷这么说 我越难过 只是抱紧了她 她现在是我的唯一了 我带着小妍走了很久的路 天已经黑了 冷风吹得我娘俩儿直发抖 因为走得匆忙 我身上只有一个快没电的手机 我寻思着找个宾馆先对付一晚 手机铃声响了起来 是我爸来了电话 我深呼吸几下按下接听键 我爸笑呵呵地说从老家亲戚手中买了新鲜的羊肉 周末让我和徐静一起去那儿吃饭 我哽咽地说了声好 便开始气不成声 本来我想忍住的 但听见我爸的声音 我瞬间眼泪不受控制了 我爸听出了一场 赶紧问我怎么了 我说不出话 只是不停地流泪 他一边安慰我 一边问我在哪儿 我想起当初他激烈反对我嫁给徐静的时候 我说他事例 我们也俩而大吵了一架 好几天不说一句话 不知道如何开口 不听父母言 吃亏在眼前 果然 没有父母祝福的爱情 是不幸福的 老爷 我们在西院路东口这儿 小言对着电话大喊着 莫过二十分钟 我爸开车来接我了 上了车 身上立刻暖和起来 我爸递给我一杯热水 让我心暖暖 什么也没问 带着我先去了医院 医生开了些药 小言给我擦上 等了一会儿 脸上的肿痛消下去不少 我爸从我的表现上猜到了七八分 又问了下小言 大骂我婆婆是个脚屎棍 要拉着我去和徐静涛说法 我拉着她摇摇头 满怀愧疚 当初要是听她的话 我今天也不会有这个下场 如今 也不能让她老人家去冒险 气出个好歹不说 万一真的动起手来 我真怕我爸受伤 我自己做的事 就自己来解决 我让我爸先带我回家 现在我是回不去了 我爸点点头 路上 我一直琢磨 回了家 怎么和我妈交代 我妈当初对于徐静也是不满意的 当然 这不是主要原因 她这几年生病了 是癌症 需要好好养着 所以我对娘家都是报喜不报忧 就连住院一周都没告诉她 希望她别为我操心劳力 活得长长久久 进门前 我准备好一副笑脸 准备和我妈说正打算回娘家住几天 我爸打来电话就顺势让她接我回来了 并且串通我爸小颜要表现得正常一些 还好我妈什么都没发现 只是和平常一样 招呼着我们母子俩吃饭 吃完饭 我们一家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时不时刷刷手机 小颜则拿着老爷新给他买的玩具车在房间里疯跑 林林 你的事儿妈都知道了 我妈切开一半苹果递给我 我接苹果的手停在空中 妈 我有些慌乱 不知道该找个什么理由搪塞过去 傻孩子 你爸接电话的时候 我在旁边呀 我妈把苹果塞在我手心里 我低下头 看着那半苹果发愣 下午的事儿 你张一刚刚都告诉我了 张一和我妈是病友 也和我同住一个小区 两个老太太在医院感情停铁 今天发生的事邻居看到了 估计小区里的大爷大妈没有不知道的 林林 婚姻幸福不幸福写在脸上 带不住的 林林 妈怕说多了给你压力 但是如果你要离婚 爸妈绝对支持你 你怕妈担心 但你不幸福 妈就是死了 也不安心 我们是你永远的后盾 我妈简简单单的几句话瞬间聊过了我压抑已久的情绪 我抱着我妈泪流满面 无声地倾倒自己的委屈 小言跑过来 抱着我娘俩 妈妈 妈妈 你别哭 我快快长大 绝不让爸爸和奶奶碰你 我下定了决心离婚 在娘家的几天 我爸妈也没闲着 私下询问律师怎样给我争取到最大权利 回去的时候我打印好离婚协议书 回了家 协议书中的每一条我都经过深思熟虑写上去 尽量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我决定和徐静拼了 该争的 我一定会争 我薛林 可不是唯唯懦懦的软淡 是我自己的 谁也夺不走 我们的共同财产 他徐静 花了的 得给我吐出来 我甚至已经做好了长期拉锯的准备 小言就留在我娘家 我不希望他看见父母为了所谓的家庭利益 牵拔弩张的样子 我熊啾啾气昂昂的回了家 抬手正要敲门 婆婆和徐静的话传进我的耳朵 真的感谢徐静当初说没钱 家门都没换 隔音不好 让我知道了一切 这婚 我暂时还不离了 原来 徐静当初追求我是婆婆的授意 觉得娶了我有面子 毕竟 自从他爸去世后 他们孤儿管母就没少被村里人欺负过 他真正中意的 是青梅竹马的叶子 可惜叶子家太穷 直接被婆婆不能 不行 不可以否定三连 徐静也只能看着叶子嫁人 娶了不爱的我 叶子男人前不久死了 又燃起他心中那团欲望的小火苗 婆婆也对我颇为不满 心中怨恨 故意让徐静不给我交医药费 和我发生冲突 好让我主动提出离婚 这样 徐静不仅可以重为旧情 还不用背负一个渣男的称号 离婚是我挑起的 对外 徐静没少展现出他优秀男人的品质 最主要我的收入远不及徐静 他们还想带走小颜和二宝 让我出抚养费 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别的我可以吃亏 但孩子绝不能落在徐家手里 有后妈就有后爹 我还没和他家算账 他们倒想着和我要钱 早知道还不如取了叶子 穷点但听话 也顺了我儿的心 你想顺你儿子的心 我偏不 我学连牙字必报 不把徐家搞得人养马翻就离开 那就太窝囊了 我深吸了几口气平复情绪 下楼冷静了下 婆婆好像还说徐强最近谈了新女朋友 是华红酒店的前台 花费较大 让徐静多帮帮忙 好让哥哥早点结婚 多帮忙 我看是多拿钱吧 华红酒店是我们这边四星级酒店 进出那里的人非富即贵 前台应该没少见识 她看上徐强哪一点呢 我觉得我可以先从这位未来嫂子下手 我给闺蜜打了电话 让她查查这前台的底子 顺便探探她与徐强的关系 闺蜜家做刚才生意 家里还算富裕 和华红酒店的人也颇有往来 搞定这事分分钟 果然没一会儿 有关前台的信息一股脑出现在我微信上 华红的前台叫郭雅妹 24岁 学历是高中 来自湖南湘西一个小农村 最大愿望是找个有钱人嫁了 走入上层社会 所以对于外在特别注意 但因为工资比较低 信用卡经常是透支状态 认识徐强纯属偶然 徐强见郭雅妹长得漂亮 就主动追求 和她说自己是个老板 送过她几次好一些的化妆品和衣服 郭雅妹目前还没有明确答应徐强 我琢磨了下 再次拨通了闺蜜的电话 闺蜜听完 让我先回娘家 过了几天 她给我带来另外一个消息 我不善赶着离婚了 把离婚协议压在包包底层 若无其事地回了家 对徐静和婆婆表现得毕恭毕敬 似乎很害怕她们 她们做什么 我也不多问 包括徐强隔三差五的来家拿钱 我的表现像一个仍有人拿捏的小媳妇 婆婆有时候故意挑衅 我心里骂她老妖婆 表面也还是默默忍受 离婚二字坚决不说出来 我的改变让她们得意的尾巴都快翘起来 婆婆也更加肆无忌惮 当着我的面和徐静说 就她这种生了两个孩子的女人 离婚谁要她呢 她这是想明白了 我差点憋不住笑 感情她们觉得我害怕离婚 算了 让她们得意一会儿吧 毕竟以后有她们哭的 徐强再次来我家借钱的时候 我婆婆终于忍不住问她老拿钱干啥 对于这一切 我早就料到了 就她那点工资 怎么够郭雅妹霍霍呢 郭雅妹虚荣 想嫁给有钱人就要先接触有钱人 于是 我让闺蜜主动接近她 我期间给闺蜜赚了好几万 闺蜜充分发挥自己的射牛本质 接近郭雅妹 说和她有演员 看着就喜欢 还买了香奈儿送给她 没几天 俩人处得跟亲节俩儿似的 闺蜜故意穿着围扫皮 背着艾薇包包在郭雅妹眼前晃 顺便说她的未婚夫对她多好多好 她的首饰及一些衣服是未婚夫买的 并以过来人的身份 知道郭雅妹如何留住一个有钱男人的心 郭雅妹对此深信不疑 严格执行闺蜜的指导方案 而徐强 为了得到美女的青睐 自然有求必应 就这样大概又过了一个多月 下班的时候 闺蜜微信上发来四个字 赶紧回家 我开着车峰时电车搬到了家 果然 家里不仅有徐强 还有笑意盈盈的郭雅妹 徐强行不行我不知道 但靠钱砸出来的感情是真情 才几天啊 都见家长了 弟妹好 这个称呼我一下子没适应过来 还没怎么样呢 小郭都把自己当成徐家人了 恩 你好 我硬着头皮硬了声 我的眼光扫到郭雅妹身边的礼盒上 故意惊呼道 这是大眼火山神游 弟妹你知道这个呀 我爸身边有老同事用这个 身上有伤口或者觉得疼 擦一擦就好 我盯着那个盒子羡慕地说 你从哪搞到的啊 我爸想买都买不到 据说还有一只肿瘤的效果呢 这是我给阿姨买的 为了好大力才搞了两盒 郭雅妹献保式地把礼盒放在婆婆手里 而婆婆听到我描述的神奇功效 已经迫不及待地将礼盒拆开 拿出了一瓶神油 倒出一点 涂在自己身上有淤青的地方 一脸享受 阿姨 怎么样 确实感觉不疼了 舒服很多 我心里冷笑 舒服 是心理作用吧 这东西 以后会让你很舒服呢 要是还有的话 一定给我弄几瓶 我立刻拿出手机加了郭雅妹的微信 满脸阴切 薛灵 你怎么没点眼力见耳呢 家里来人 还不张罗着做饭 婆婆有些不满地看着我 她估计我又会像平常那样说好 然后埋头厨房 认真做饭 可这次 我可不想顺她的意了 毕竟这段时间孙子装够了 也该向着翻身浓炉把歌唱的方向走了 我软绵绵地笑着 妈 我就是回来取一下资料 我今天加班 你招待下他们 说把我假装取了资料离开 临走的时候 故意回头跟郭雅妹说 我妈可好了 我第一次来 鸡鸭与虾蟹都有 这句话让婆婆的脸色不是太美丽 不过我的心情美丽到爆棚 我从网上点了知名酒店的双人套餐 可以吃自助也可以唱歌 邀请闺蜜和我一起嗨皮 吃饭的时候 我给闺蜜展示了郭雅妹的微信 闺蜜笑着说 事情成功一大半了 先请住下 好的 后面你可要好好发力 时间过了没半个月 郭雅妹和徐强果然再次上了我家门 还专门给我带了两瓶大眼火山神油 我夸赞了郭雅妹一箩筐的好话 又当着婆婆的面赚了一千过去 婆婆惊呼 这个东西这么贵 贵不说 还不好搞呢 我补充了一句 说着又一脸欣喜的去阳台给我妈打电话 好像有了这样 我妈的癌症就能好一样 我一边打电话 一边耳朵贴着阳台门 徐强这次来 果然是来拿钱的 而且还是一百万 目的是成为大眼火山神油的代理 她多次投资失败 遇到这么个炙手可热的项目 自然不愿意放手 欲望和贪心总会让人变成智障 总有一天 会把人吃干抹尽 我听着郭雅妹和婆婆叙叙叨叨 这神油的好处 婆婆脸上笑成一朵花 我的脸上更是笑意浓浓 婆婆说一定会说服徐进拿钱 等兄弟俩都发了 看谁还能瞧不起他们家 那天婆婆破天荤和我一起下了厨房 坐了一大桌子踩 刘过雅妹和徐强一起吃饭 徐进一到家 婆婆就招呼她上饭桌 说一家人团团圆圆喜庆 并且说还有一件喜事宣布 徐进以为是徐强要结婚 然而并不是 喜事就是让徐进拿出一百万给徐强 让她投资大眼火山神油 婆婆 郭雅内和徐强三人轮番上阵 说得拓母横飞 激情澎湃 跟演讲一样 意图给徐进洗脑 但洗脑无效 徐进吃到嘴里的排骨又吐出来 一脸不屑地说 这就是保健品骗局 不少老腾老太太上当 假的 要不说她是她是她家唯一的大学生 脑子就是灵活 不容易被一些小利润蛊惑 这个生意一个富二代的姐姐都做 不会是假的 郭雅妹满怀期待的补了句 她甚至还把我闺蜜另一个号的朋友圈的近账图展示给徐进看 我感叹闺蜜新戏 不只换了新的账号 为了防止自己暴露 还多次叮嘱郭雅妹不准说出自己的名字 说是怕竞争对手知道 抢了生意 徐进看了她一眼 没说话 露出一个头发长见识短的笔意表情 P图软件网上那么多 你不知道吗 二毛 当初你哥可救了你一命 婆婆又要开始那一套亲情大法 不过这次她说干了口水 徐进一指是默默吃饭 用沉默表示反对 难得的人间大明白 妈 这东西虽然好 可一百万也不是小数目 徐进考虑的多也没错 我知道 现在助力徐进就是给其他人火上浇油 薛灵 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见不得我家发财 婆婆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我 你这种没良心的女人怎么不去死 够了 一直沉默的徐进趴地放下碗筷 薛灵说的有错吗 你们是没脑子吗 这就是骗局 没想到她这次还挺有男子汗气概的 居然还会公然反抗她吗 原来可是她妈直哪打哪的 她把我拉进卧室 我婆婆在外面敲死了门也不开 只是站着看窗外的风景 等天黑下来 外面也消停了 徐进从后面抱着我 薛灵 没想到你是家里唯一支持我的 她想和我缠绵 可想起过往的种种 我觉得恶心 以不舒服的理由拒绝了她 我又和闺蜜再次联系 别人好糊弄 徐进可不一样 看来我们得改变下策略了 郭雅妹的力量太小 只能起到助推的作用 徐翔和婆婆又来和徐进谋了几次 但徐进不开口 事情就暂时搁置下来 婆婆后来也不再提 她最近迷恋起了广场双人舞 天天催我早点回家带孩子 她原来也跳舞 不过没这么风魔 据说是新换了个舞伴 是个帅老头 舞跳得好 很受大妈妈欢迎 不过她却对婆婆情有独钟 还私下送过婆婆围巾 包包什么的 我看了看 那价格可是好几个灵奇 还是个富老头 公公去世早 婆婆守寡多年 有个第二春也挺好 徐进自然也发现了她妈的变化 只是和她说要选好人 别遇上骗子 婆婆嘟囔着 你留叔叔就不可能是骗子 有天 婆婆把我叫住 笑眯眯的说 薛林 你看你能不能帮妈劝劝二毛 那个神游真的能赚钱 啊 你留叔叔就挣钱了呀 她一个中学教员退休 能有几个钱 主要是外头有生意 才送得起我那些好东西 我瞬间明白了她话里的意思 可是妈 你也知道她对这个东西的态度 她的卡在卧室哪儿我都不知道 我确实不知道 从结婚后 徐进似乎在防着我 除了她偶尔主动给我的 关于钱的东西 我一概不知 哎 算了 和你说也没用 婆婆脸上有些不耐烦 眼光却一直飘向我们卧室 当天 我就以公司要出差为由 提着行李箱离开 小言和二宝也送回了我妈家 我和公司请了年假 买了两张机票 和闺蜜直接飞到了云南去玩 闺蜜上飞机前 还专门给郭雅妹发了微信 今天打算决定吗 我想投进五百万试试 好像没几个名额了 我对她伸出了大拇指 我们在云南狠狠玩了两周 期间徐进也来过几个电话 我说在办公 她也没多问 只是有一天 她突然催我回去 等我回去的时候 家里沉默得可怕 婆婆坐在沙发上摇头叹气 徐进坐在卧室里抽烟 面如肉眼可见的憔悴 婆婆被骗走一百万 而那一百万 正是徐进坐店面连锁的钱 徐进就是靠各种店面连锁开发挣钱 店面赚钱后 投入新的店面 循环挣钱 这一百万 就是其中的资金链 一旦断裂 会不及所有店面 徐进卖了车 搭进去三十万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 暂时稳住了局面 大爷火山神游就是保健品骗局 婆婆交了钱后 刘叔叔不见了 郭雅妹和徐强根本找不到联系人 郭雅妹联系我闺蜜 闺蜜说交钱之前有点事耽搁了 等回来交钱发觉找不到联系人了 代理的事就没做成 早说了那是骗局 你不信 那一百万我平常累死累活赚的 你就这么给糟蹋了 徐进突然冲出来 对着婆婆怒吼 我觉得搞笑 他能糟蹋 还不是你自己造成的 银行卡密码你别让他知道了 我做老婆的不知道 他挣了钱给他妈上交 我一天到晚登个外人似的 这次亏了 呆 反正也亏在你自己家人身上 我不也是希望大麻好点吗 你也知道他这几年过得不好 连个女人都没 婆婆委屈地流抹着眼泪 大毛 大毛 你脑子里整天只有我哥 想过我没有 徐进红着眼 这是他们母子俩第一次发生强烈争吵 当天 徐进就把我婆婆拧了出去 让他回去徐墙那儿 两人分崩离析 我安慰着徐进 他对我特别感激 说还是我好 以后不全听他妈的话 如果他早有这觉悟 也不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现在 晚了 太晚了 一个月后 有一波人闹上门 是连锁店的一些员工 徐进原来开发的好几家连锁店免经营不善 被隔壁新开的店铺抢了不少生意 有几家面临关店的风险 加上上次资金链断裂的影响 员工的工资几个月末发 现在闹上门来 同时 这也代表着徐进不少钱打了水漂 还得贴钱进去 仔细一算 徐进将近欠了快三百万 他一文不值了 在要债的过程中 因为一些员工的情绪比较激动 激怒了徐进 他居然从厨房拿出刀捅了对方 因此被送进了局子 婆婆哭着求我周旋 我嘴里说着好好好 但一件事事都没办 反而故意激怒了被坦人的家人 他们放狠话要让徐进牢底坐穿 我自然愿意如此 徐进的房子都卖掉了 连锁店员工及店面的钱算是还上了 我以为松了一口气的时候 没想到一帮飙行大汉找上门来 把我围在家里 原来徐进和他们借了五十多万的高利贷 现在他进去了 这帮人只能来和我要 当初徐进是靠这个方法暂时稳定局面的 我在心里将他祖宗十八代骂了一顿 好说歹说打发走了那帮大汉 气冲冲地跑到了公安局 甩出了重新起草的离婚协议书让徐进签字 他拿起来撕掉 笑着和我说休想 那五十万的高利贷他妈和他哥还不起 我得还 十四 我说那五十万他借的时候我不知道 那一百万拿走的时候 我也不在场 凭什么还 何况法律规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这些钱是和我没关系的 我给你打过电话 你怎么不知道我借过高利贷以及那一百万的行踪 我被他气笑了 录音里可什么都没提 是的 从去云南玩开始 徐进打进来的电话我就都录了音 这是最好的证据 徐进不说话 我拿出手机 又给他在眼前晃了晃 里面是我婆婆偷偷摸摸前入我们卧室 偷拿徐进银行卡的画面 我早就悄悄在家里安装了监控 就是等着这个录像 我故意说钱在卧室 毕与熏心的婆婆怎么可能不去找 徐进 谁拿走的 该谁还吧 徐进的脸色发白 但依旧咬死了不离婚 我把这些证据都提交给了警察 在闺蜜推荐的金牌律师帮助下 二次起诉 终于把婚礼了 那些钱 我一分不用还 因为徐进在坐牢 所以二宝和小颜都归了我 我郑重其事的闺蜜道谢 她帮了我大忙 原来 我只想着让徐进欠下高利贷 整惨她当了她就行 闺蜜说我太心软 对徐进而言 那点高利贷会让她肉疼 但不深根本 到时候我离婚还会被说成视力眼 那高利贷徐家能不让我一起还吗 府邸抽薪的是她的事业 闺蜜特意找人看了下徐进的店面 发现其中一些问题 告诉我之后徐进倒下是迟早的事儿 让我多忍忍 我俩配合双管齐下 彻底让徐进一家翻不起审来 那些新开的店铺 是闺蜜家的 她专门根据针对徐进的店铺问题出了些对策 并以低价的策略抢走不少客流 硬是把徐进的店铺整垮台了 不用谢我 我想独立进军零售业 对老头子那硬邦邦的钢材可不感兴趣 帮你是顺带手的事儿 闺蜜笑着说 我知道她没说谎 开店铺是恰巧与她事业接轨 但她帮我也是真 隔天 我支付宝收到闺蜜六万的转账 她说她现在不差钱 我原来让她帮忙的钱她暂时不需要 让我先收着 我明白 她是看我抚养两个孩子吃力 徐进现在也没能利出抚养费 我接受她的好意 离婚后 我找了个阿姨协助爸妈给我看孩子 我认真上班 生活归于平静 但徐家的生活却不怎么平静 要高利贷的人将目标转向了婆婆和徐强 婆婆没办法找了个刷碗的工作 每天累得腰酸被捅 而郭雅妹 因为神油的事情大骂我闺蜜不是东西 直接被辞退了 酒店老板可不会为了个前台得罪自己的大主顾 其实我应该感谢她 没有她 我估计现在还在一堆鸡毛蒜皮中挣扎 忍受着徐家的剥削 大英火山神油就是闺蜜故意介绍给郭雅妹的生意 说自己圈子中很多人都在做 如何赚钱 郭雅妹想成为上层人 认为有钱人的生意都靠谱 再加上闺蜜朋友圈的渲染 郭雅妹才鼓动徐强一起做 可惜徐进脑子清醒 那只能从脑子不够清醒的婆婆身上下手 那刘叔叔就骗子团伙中的一员 我和闺蜜故意把婆婆的动向和信息给了她 下面的事情不用我们教她怎么做 他们的杀猪盘做得异常顺利 听说郭雅妹和徐强分手后又攀上一个大老板 徐强不死心去找她 被她当众羞辱爱蛤蟆想吃天鹅肉 徐强气得打伤了郭雅妹 也进去了 两个儿子都进去了 婆婆又气又急 却还得拖着有病的身子去打工 毕竟高利贷的手段多着呢 乐乐被亲生母亲接走 徐家等于彻底散了 我有一次碰到婆婆 她在垃圾堆里翻剪着塑料瓶和硬纸板 身上发出一股恶臭 她勾搂着身躯 再也不是那个已止气使的老太太 旁人都说她可怜 我却觉得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不管怎样 我总算结束了一段糟糕的婚姻 现在我要做的 就是重新生活 珍惜家人朋友 开启一段新的旅程 请不吝点赞订阅